记者沈佩聊台北报道,台北市长柯文哲倡导绿色运输,去年10月开始搭公车上班,近期却贫遭独派人士突袭表达诉求。 即27日早上遭冬奥台湾正名行动联盟成员拦路呼吁联署,今早又与台湾国成员上车和柯枪声抗议。 柯文哲今早受放重申,容忍是自由的基础,但自由亦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范围,这种文化还是要在台湾建立。 如果台北市长走在路上都开始不安全,那一般小老百姓怎么办?媒体追是否考虑不要再搭公车? 柯直言警察局不会再让我搭公车了,以前是他上公车后警察就不管了。 但现在,抗业人士,半路跳上来,警察没办法为安,所以警察为安会有新的规范。 对于自己最近似乎常被台独人士激怒,柯先是再次说人民有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,但也有不表达政治意见的权利,不要去侵犯别人。 接住话锋一转,抱怨他最不满民事节目正经看民事提的是大运闭幕那件事,是大运闭幕场内是国安局管的,不是他管的。 宪兵也不是他指挥的,正经看民事也晓得这事,但还是在媒体上打一个月,他就很火大。 如果是场内的事,去找国安局,不要问他,至于为何常被台独找麻烦,柯表示一开始是狗咬尾巴,后来变成尾巴咬狗。 这也是执政当局要去思考的。